Hello 大家好 我是Lisa李麗珊 父親節一向都不會特別大型的慶祝 通常都是跟爸爸媽媽在家裡吃飯 其實街上都不會專門出去 因為都知道會很多人 我記得小時候最難忘的一次父親節 就是有一天晚上我們在家裡吃飯 但因為那時太小時候 不太懂得煮食 我打算給我爸爸一個驚喜 所以我就自己去煎雞翼 但不知道原來煎雞翼 是要預先醃掉它 那時我冰了的雞翼解凍之後 我就直接拿去煎 煎的時候還要煎到洞洞 不過吃起來完全沒有味道 我就覺得這個好像很難吃 但我爸爸可能很避免 因為知道我小時候不懂得煮食 這是心意 所以他也有吃光 我現在回想起來 覺得自己當年好像 這個父親節對他來說好像不太好 做個這麼難吃的東西給他 不過也很感謝我爸爸他這麼給面子 我可以鑽研一下我的廚藝 希望接下來可以煎一頓 真的很好吃的東西給他 還有後來的父親節 其實我也有試過煎東西給他吃 有煎一頓雞翼 那是真的吃得下的 那次之後吸取教訓 就覺得不要亂煮食給別人 尤其是這些慶祝節日 很容易會出事 是的 謝謝 我愛你 好嗎 那一次